大家好 又是《奶茶紳士會客室》的新一集 大家都知道我有多熱愛港式奶茶 在這段時間我們正在做一些奶茶的推廣教學 在這段時間我又找到一個很好的幫手 和我一起做這件事 人稱奶茶研究所所長 阿欣 鍾哥 這段時間多謝你可以實現到我的夢想 我可以將奶茶推廣 數下手指幾百人都有 都未夠一千都幾百的了 其實都已經是 有些什麼得著 我自己都有改變的 我剛剛開始喝的時候 都是喜歡一些茶味要爆的東西 經常覺得杯茶不夠濃 夠濃就覺得不夠正 同樣地我們的學員都是 但是跟著你久了 我們越來越進入一個威士忌的狀態 是香醇和舒服的感覺 慢慢變成我追求的另一件事 現在阿欣正在做一些 將港式奶茶優化 不要說進化 我們叫做優化的產品 可能大家在這個鏡頭裡 未必喝到或者感受到 可能是後面組員的朋友就可以感受到 坊間你都比較多 烏龍、鐵觀音、馬鈴滅等等 會比較多 沒錯 但是我們會再做一些更厲害的 沒錯 我們玩伯爵 我們伯爵最厲害的是 我們自己去私藝人卡買伯爵 我們是選擇伯爵 還要玩到粗中有沙目層次 外面坊間也只有一個粒頭 只有一個尺寸 我們叫做 怎樣將港式 改變回外地口味 加入港式的元素 在坊間會覺得操作港式奶茶 是一個困難的事 我們共同的想法都是 另一樣複雜的東西 變得不複雜 當然現在我們這樣說 好像很黑銷 但是當真的有機會 報我們班的時候 你感受一下 哈哈哈哈 不黑銷的黑銷 這個是 全世界最成功的是什麼 Bubble Tea 珍珠奶茶 港式奶茶不輸給Bubble Tea 這個你知我知 我們怎樣去做這件事 就是真的透過教育宣傳 教育同學怎樣去喝 怎樣去辨別 怎樣把新元素帶下去 令事情再優化 嗯 是我們的願景 把文化推回去 奶茶聯盟 香港絕對是第一的 這個我相信 我也是很自豪自己一個香港人 中哥 試一試 OK 謝謝 謝謝 新的元素又產生了 如果說師徒祭阿欣 他可以說是我的徒弟 學院派一些 他是我的學生 這個學生都聰明的 思想理念接近 也是想將這件事去推廣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在做一些事情 做到這件事 是的 他都有點堅持 我覺得挺欣賞這件事 最主要是肯分享 其實這一行 我可以大膽地說 或者說完現在這樣說 會得罪很多人 不過不要緊 慣性黑人真 重點就是很多師傅 其實留一手 你說我們上課 有沒有拿手 是儘管上來給錢 我們洗澡 推廣的時候 教育是重點 怎樣令到港式奶茶 不是再走下坡 因為現在市場上 充斥太多的單一份 工業用產品 你找不到一些特色 那我們要做的是 怎樣找一些特色 其實這個是我們 兩個想做到的事情 要普及一定是要入屋的 咖啡其實整行整事 之前訪問鄉記阿 聰哥那一集 就是咖啡可以 所以為什麼這麼普及 就是因為很多東西有制定 我們港式奶茶 其實是可以做制定 沒有人敢去做制定 學完就會記得 我回家煮 是要煮什麼味道出來 我不是要給你數字 我已經上來記得那個味道 你回到家 我忘記了份量多少 我隨便都會告訴你 但味道我告訴你 沒錯 正如你教我一樣 你試吧 你煮吧 所以我一天到一刻 我就煮茶給你喝 為什麼你現在越來越肥 就是這樣 沒錯 所以我永遠都會告訴你 你煮到一壺好的茶 不夠 你要煮到十壺的味道 才是終極追求的東西 是要穩定性 現在我能達到的東西 就是要找我們去學茶 是我們的努力 希望大家去見到 我們每一個細節都會做到很足 今天的訪問時間又差不多了 客套說話巡禮都要說 多謝你 好客氣 都是師傅 OK 如果大家還想留意多些 關於港式奶茶文化的東西 看多一點 JMKTV 我們之後會陸陸續續制度多些 關於港式奶茶文化的節目 給大家看 今集到這裏 下次見 再見 拜拜 還有其實在這裏 我也想勉勵一下一些 疑問的同學 可能大家上完我們課 覺得可能是一個 解決你的思鄉 但是 亦都希望疑問的同學可以做到 真是推廣一下 港式奶茶文化 其實現在港式奶茶的推廣 我們覺得就是 不夠 是未夠 上完課的同學 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疑問 可以不妨 介紹一下 給不同地區的朋友 去體驗一下港式奶茶 今集的拍攝後 反而是 會介紹一下自己的產品 一個 廣告來的 廣告時間 希望大家不要覺得厭惡 小弟的奶茶紳士 冠裝奶茶 希望在 條片出街 同時間也可以見街 到時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捧場 請多多多指示 使用 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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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個 一整個